今年年初,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要让人民有尊严的活着,同时国家主席胡锦涛五一劳动节前夕,让劳动者体面就业的呼声也言犹在耳,可是就在五月份,中国各地罢工潮叠起,河南省平顶山工人打出横幅,直接拷问两位中共领导人的承诺。 当代的中国劳工,长时间的劳动,极低的工资待遇,恶劣的生产环境,危险的工作条件,政治上无权,经济上无力的现状,以及席卷五月的罢工潮,引起世界性的关注。 法广电台5月29号报道,大陆各地工潮四起,除了广东日资本田汽车工厂发生罢工事件之外,大陆的河南和云南十三县市巴士司机也发生工潮。 5月34号,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指出,罢工突然爆发,成为这个国家对收入不公正、通胀的加剧和飙升的房价进行反抗的象征。 华尔街日报认为,本田汽车工人争取加薪,很有可能是在引人一种趋势,这样的事件很有可能还会继续上演。 然而在中国,由于中共对媒体管制严酷,中宣部对有关工人大规模罢工事件一向是严加封锁。 这些信息往往猜死腹中。 有消息说,中宣部下令禁止媒体报道罢工,内地网站删除部分有关罢工的消息,还删除了要求恢复罢工宪法权利成立独立工会的网址。 去年,美国曾举行中国血汗工厂听证会,说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劳动观察也曾发布美新鞋厂调查报告,暴露这家工厂违反劳动法规,陷害工人权益的事实。 博客携手苦杨子表示,为什么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,官方机构却从没有这样的报告,中国的劳工现状为何只能由国际媒体关注和国外人来伸张正义?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,世界许多国家工会都组织工人罢工、游行、示威,要求提高工资。 独立学者刘志荣指出,中国的工会就是个傀儡摆设,它不维护工人的利益,只是企业主的走狗。 据财新网报道,三日一号下午,本田罢工的工人遭到南海石山镇总工会人员的围答,有网友号召说,全国下岗失业,退休工人一起到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,这个万恶政权必然下台。 5月发生罢工的工厂还有,韩兹北京星宇车科技公司,千名员工罢工,北京凯来大酒店,二百多名员工罢工,日资上海夏浦公司工人罢工,重庆骑江齿轮传动公司,一名员工过劳死亡引发工人大罢工,北京现代购应商员工,山东角庄年房厂万泰集团,南京新疏热电公司,深圳百达五金城, 江苏昆山国有井港集团等,这些罢工最少数百人,最多达到数千人。新唐人记者李静,吴慧珍综合报道。